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我叫毛刚 重庆人 来上海五年了 去年刚刚按揭了一套八十平米的房子 收入还贷款 绰绰有余了 这点你可以放心 你在干吗 加班 继续 如果咱们成了 我希望你可以和我一起承担 当然 房产证上我也会写上你的名字 思雅 我让你坐的那个电梯的企业报告你做完了没有 做好了发给我一份啊 你继续说 我刚说哪儿了 你说让我帮着一起还贷款 房产账上加我的名字 对 那您还有什么意义吗 没有 那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见家长 这个你放心啊 我们走不到见家长那一步 为什么 因为我离不婚 暂时还没有再婚的计划 那你为什么还来相亲 你当我想啊 对不住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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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走了 这就没看着了 再看看再看看 你好 请问是姜黎小姐吗 请坐 你好 我叫林仁泽 你今天约了几个 现在刚才大学毕业的 这是搞什么事 我喜欢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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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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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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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莉 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就知道你们舍不得走 你就这样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的糊弄我 是不是啊 你让我来相亲 我相了 我很认真的相了 我还要怎样啊 你怎么相亲呢 你一个一个 都把人给气跑了 那人家嫌我离过婚瞧不上我 我能有什么办法啊 李莉 你还狡辩呢 你这个死丫头 打听广州之下 你给孩子留点面子好不好 毕塞 不是 你该管的 什么我该管的 李莉 怎样不愿意 别勉强 走 回家 说什么呢你 我告诉你啊 李莉 你今年必须要 给我找回一个新对象回来 走 走 走 李莉 李莉 对不起 我迟到了 特朗 伯父 伯母 你们好 你 你好 你好 我是李莉的朋友 我们两个人约了一起吃饭呢 我有点事情迟到了 要不然伯父 伯母 你们一起 不不不 我们俩回去还有事呢 是 是吧 老江 不 不 不 回忆有事 你们慢慢聊 你们慢慢聊 走 李莉 慢慢聊 再见 伯父 伯母 谢谢你给我解围 看在你一边工作 一边相亲的份上 我还是要请你吃饭的 不用的 那 另外呢 还要对你这种荒唐的工作方式 进行深刻的批判 你干吗 难道你还想在这儿继续相亲 来吧 你看起来好像很紧张啊 不习惯和老板一起吃饭 那你跟麦克没有吃过饭吗 但是跟麦克在一起 不会紧张 因为他性格比较随意啊 是因为麦克的性格大大咧咧的 所以你也知道了 那你的意思是我很刻意了 我可没有这样说 好吧 我承认我这个人有的时候 是有点端诚 可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我初来乍到 我很心虚 我想让你们害怕我 你笑起来真的很好看 怎么样 我的计策很成功对吗 是啊 现在全公司的人都知道 你不要过程 只要结果 那你能不能坦白地告诉我 你害怕像我这样的上司吗 说实话吗 当然 刚开始 确实挺害怕的 但后来我一想 如果我的工作做得很好 我需要害怕吗 所以害怕 只因为自己能力不够 很高兴 你能够这样想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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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对了 我能不能冒昧地问你一下 你为什么要去相亲 你不是跟你的母亲说过 像你这样的女人 不需要男人来证明自己 那你为什么非要逼着自己 干自己 不喜欢做的事情啊 口口声声地说你自己是中国人 其实你一点都不了解 中国式的父母 和中国式的子女 他们就喜欢相互捆绑相互给压力 搞得大家都很累 但这是他们表达爱的唯一方式 不过你放心 以后一边工作 一边干私事的事情 不会再发生了 不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说 如果你要是想去相亲的话呢 那就认真地去相亲 工作呢可以暂时抛开 毕竟人是需要放松的 我不会再去相亲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不是婚姻 是工作 对不起 我能不能借用一下 可以啊 谢谢 你绷得太紧 需要放松啊 你绷得太紧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吧 我确认 我的酒量呢确实比你的酒量差的没一点点 我的头真的好晕啊 师傅 你要把它安全地送回家 师傅 麻烦你稍微等一下 那既然你不让我把你送上去 我要看你安全全地走进你们家的路头 你是想确认我还能走直线对吗 没问题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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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江 我说老江 我觉得咱们李李这次找的这个男朋友 靠谱 好 我说你能不能改一改你的毛病 孩子的事你让他自己去处理好了 自己 那上次他不就是自己自作主张 找的武功吗 结果怎么样 把自己给折腾了 李李回来了 我问你啊 刚才那个送的 李李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男的这样喝点酒其实挺开心的 没事吧 我问你 刚才送你的是谁啊 干什么工作的 走 没事吧你 你 你干什么热水呢 李李 这小子真不地方 哪能让女孩喝那么多酒 李李 我觉得人家那小伙子挺绅士的呀 对了 老江 明天你去 把要跟李李相亲的男孩 全都回绝了 你拉倒吧 从他第一次跟我女儿约会 叫人家喝那么多酒 我看就不行 李李李李你没事吧 李李李李 好久不要睡这么舒服 妈 我走了 你等等 你等等 李李我问你啊 你个昨天送您的小羊 这个事回来再刷 我上班迟到了 你 你死呀 妈 妈 你这一大早都怎么就跳上了 我没事 我们老师放我们架 我怕我落下课来 我自己补补 妈 你要有事一定跟我说呀 我有什么事 快去上班上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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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是我骗他在先的 我低头认错 也没什么理由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不在服务区 请稍后再拨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不在服务区 我敢说 这款内衣已上线准会是爆款 那当然 元老的创新设计思维和对时尚的敏感度都是这个 要我说 元老最厉害的还是敏锐的市场处局 分析市场的能力以及预测流行趋势的这个分析能力 那我 够了 我 你说说看 你们这款内衣打算怎么卖啊 小五那意思是定价 定价 定价 这款是我们的网络专供款 定价比实体店要低 你手上这款四百九十八 四百九十八 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的花边 海绵 连最细小的排扣的选择都要经过严格的把握 所有的材质必须经过实验室的测试 才能进入生产关系 加上我们的品牌 设计 这个价格很合理 那卖给谁啊 和实体专供的几款新品一样啊 客户群 去白领 这个网店买东西它不能试穿 材质也摸不到 这细节也看不清 那我干嘛要花四百九十八去买一件 有可能一到手就会让我失望的内衣 除非 除非你们这家内衣 有什么特别能吸引我的地方 说白了它就是没有卖点 乌林飞你知道吗 这款内衣可是元老设计的 反正 我也不是第一次得到最套了 散会 Ber 有什么问题吗 刚刚在会上 我觉得大伙儿看我的眼神 和说话的语气都怪怪的 我是不是给您丢人了 有吗 我怎么没觉得 小五啊 你不觉得有问题的是他们吗 我早就听够了那些屁话 什么完美的设计 什么敏锐的市场触觉 每次都用这样话来供为我 那我就放心了 小五啊 你知道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 是什么意思吗 如果你能够 做到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也就罢了 你刚才的发言 仅仅是胡说八道 我就是想表达我的直觉 直觉 如果大家再多问你几句 你的直觉还有词吗 我还以为 你喜欢听我说真话呢 姑娘 我拜托你用一用脑子好不好 我喜欢你塞诺 那是为了刺激 我产生新的灵感 可是你的话太多 上帝都会为你的无知发酵的 哪嘞 什么 你还能够记录 回忆记录 你没让我记录啊 十五分钟后我要看到回忆记录 你就是个花瓶 拜托你也做得值得一点 滚 袁老 袁老 找我有事 公司过几天要开招聘会 您这边需不需要招新的助理呀 你要给我找助理 武功 一会儿你请我喝杯咖啡的 为什么呀 理由 庆祝你沉渊招雪呗 赵次雅同学 从理论上来说 我已经沉渊招雪 小半个月了吧 这个时候你还拿这个理由来找我请客 是不是过分了 那个 一点都不过分啊 小思雅 上班时间乱窜什么工位啊 我之前让你整理的 我们顾门要拜访的大客户名单呢 整理出来了吗 已经准备差不多了 我马上发到你屋箱里 还有你啊 上班的时候就好好工作 别成天找小姑娘聊天 我冤呢我 我来 喂 喂妈 今天我妈完了早点回去 我帮我给你带回去 你想吃哪家餐厅啊 东阳 我晚上约了朋友 这样啊 那我送你去吧 不用不用 晚饭你自己在外面解决 我 可能晚点回去 你给我前面火给我停下吧 我怕再往前遇到我哥他嘛 你别啊 我妈今天不在家吃饭 让我自己解决 你妈 真不管你了 对啊 她最近比我还忙呢 还是忙跳舞 是啊 我也就纳闷了啊 你说她再喜欢跳舞 那也应该有个度是不是 还有她那个舞蹈老师 虽然我就见过前面 但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 什么叫不是正经人啊 你妈妈那个阅历 完全分辨得出什么人正经 什么人不正经 你瞧你那心操的 再说了 你妈现在有自己的艺术追求 你都不挺好的吗 我怎么跟你说呢 我妈那个舞蹈老师啊 长得跟我差不多的 但是一看就是细皮内容 小白脸 对 就是小白脸 东阳 你想多了吧 我觉得你妈 不会吧 你 真觉得不可能 我跟你说你可不能这么想你妈啊 我 我想想都觉得 不好意思 希望是我想多了吧 那我觉得 你最近有空 还是多陪陪你妈妈吧 你看呀 咱们现在在一个公司上班 是不是 每天白天也能见到面了 其实只要我每天能见到你 已经很满足了 老婆 老婆 你真好 你好 我问一下 吴迪在吗 他辞职了 辞职了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不知道 他最好 如果下了这么大雨啊 没带伞吧 我也没带 看来一时半会儿是回不去喽 你说你都得穿了几张脸呢 一会儿跳脸婴缘 一会儿冷落冰霜的 咱俩只是同事关系 现在是下班时间 我们就当路人就好了 怎么成路人了 怎么也是朋友吧 你就这么缺朋友啊 缺 我看你平常跟小太阳一样 走哪儿照哪儿 不缺 那还不是因为 我这人脾气好啊 大家都愿意跟我打交道 怎么着 这座 我看这个雨一时半会儿 是停不了了 楼上有家餐厅不走 咱们吃饭呢 我请客 就当做上次你替我身边 我感谢感谢你呗 你是我部门的员工 换上另外一个人 我都会做同样的事情 好 那我就不领你的情了 但是我肚子饿啊 反正要吃饭 一个人也是吃 两个人也是吃 一块吃顿饭呗 你不会是不敢去吧 谁不敢 我看你就是不敢 你就怕我接了这顿饭以后 缠着你 你别看你是个领导 是个总监 现在还是小鸭子气 你在说谁 说你呢 要不吃顿饭为什么不敢去啊 行 你也别说你不带钱啊 你也别说你不带钱啊 图片已经上传了 做法也已经告诉大家了 在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了 那今天想要告诉大家的是 这道菜背后的故事 喂 阿姨 葳葳 你赶紧过来一趟吧 孩子发烧了 她把手机一直关机 孩子得赶紧送医院 阿姨您别着急啊 我马上就过来 好 拜拜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 您问 来了来了 阿姨 快上车了 贝贝 我回来 我回来 都给这么几个菜啊 这也太粟了吧 再加两个特色菜 你一个月工资多少钱啊 少在我面前冲大款了 留着钱养丁丁吧 你说好好地吃个饭啊 环境这么好 能直言男人穷那是老婆的专利 你现在只能虚伪地应酬我 问你个事 你对咱们这种心性关系怎么看 什么怎么看 同事啊 那你为什么那么害怕 暴露咱们俩的关系呢 这都什么年代了 离个婚很丢人啊 离婚不丢人 但离了婚以后 还得赖在眼皮子底下晃悠的 那就是个笑话 什么笑话 我觉得挺好的 反正我不走啊 公司多好啊 你不写书了 你不要事业了 又来了 能不能好好的吃顿饭啊 那是我的事你甭管了 行行行 你辞不辞职我是管不了 但我就不信我对付不了你 你尽管那放马过来 这个沙拉做得不错啊 里面的面包料特有嚼劲又脆 而且用的是脱汁的沙拉 吃了也不长胖 能看出来这个厨师很用心啊 他应该是很爱他的顾客 他希望他做的每一道菜 都能成为专属菜 尝尝 好 嗯 吃吧 不长胖 都是鸡口吃的 嗯 鸡美 好不好吃 好吃 来 听你说 都是我的独门秘方 好不好吃 好吃 不是 掉眼泪 是不是为你 换你去 喂 你手机怎么一直打不通啊 哦 没电了 什么事 你发高烧了现在在医院 你赶紧过来吧 啊 好好好 我家里有点事啊 我得先走了 你忙忙吃啊 我去买单 你别管了这我来买就行了 不是说好我买单 你不管啊 真的不用管了赶紧走吧 活动跟我也是一样 行行行行 你给买单了啊我买啊 走吧走吧走吧 好吧 怎么样了 退了烧了 医生让刘彦观察一下 你手机怎么关机了呢 我手机没电了 薇薇 谢谢你啊 没事啊 武功 你给我记住了 你是有孩子的人 你怎么能随便地关机呢 今天要不是薇薇 我跟你说这丁丁出了大问题了 我知道了吧 下次不会了 叔 你也别责怪武功了 他平常上班也挺忙的 有的时候也是没办法 薇薇 谢谢你啊 这么大晚上还麻烦你 我们这心里也是过于不去 谢谢 阿姨您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我跟丁丁这孩子啊挺投缘的 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我帮你们叫个车 你们就早点回去休息吧 薇薇 不用了 不用了 不用客气啊 你先回去吧 不能再麻烦你了 没事的 反正我本来就睡得晚 你看 这都挺晚的了 车已经叫好了 我送你们下去吧 要不然干脆这样吧 你们仨都回去 我来照顾丁丁就行了 你一个人在这儿 那怎么行啊 这万一一会儿你要上个厕所 拿个化验单是怎么样的 多不方便啊 叔叔阿姨 我先送你们下去吧 走吧 爸妈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 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多 看好孩子啊 你有事打电话 放心吧 你们赶紧早点休息啊 哎 送他们上车了 今天真是谢谢你啊 您要跟我这么客气 我也没办法了 我是真心想谢谢你 真心的想跟我划清界限呗 我知道 你在YS公司做了这么久了 感觉怎么样 还行 工作待遇呢 还行吧 甚至空间呢 还行 你现在就只会跟我说 还行这两个字啊 是真的还行 行 对了 给你看个东西 什么呀 你的公众微信号啊 我不是不让你弄了吗 那都已经弄好了 你就看看呗 我这都是从你的微博里 拿来的文字和图片 我可是百分之百尊重原作啊 怎么样 没想到你还挺用心的嘛 那当然了 怎么样还不错吧 你听听这个 今天要教大家的这道菜是 红豆腰果玉米沙拉 图片已经上传了 做法也已经告诉大家了 在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了 那今天想要告诉大家的是 这道菜背后的故事 哎 谁让你录我微博的呀 怎么啦 这都是你微博上找的呀 你经过我同意了吗 你 对不起啊 哎 你还没走 我不是答应了叔叔阿姨 要送你们回家吗 起码还在放上车吧 好 刚才不好意思啊 没事了 丁丁怎么样了 节性肺炎 医生说要住院 但今天晚上没床位了 先数月明天再来办手续 那你呢 你吃晚饭了吗 我吃了 吃过了 和谁啊 我跟一个朋友 我认识呢 你不认识他 赶紧送我丁丁回去吧 啊 好 讲理 丁丁昨天晚上高烧肺炎 我得去医院陪他 我给你请假啊 还有 我给你熬的汤 我得晚点给你送过去了 晚安 你先好好照顾丁丁吧 汤就不用了 谢谢 晚安 走 听一首 伤心的情歌 你看 agenda 可厅 出美归 点了 那 szell 给您拿好的 好 谢谢 谢谢 邱总 怎么了 武林飞和研发部的人快打起来了 武林飞我警告你啊 你不懂就别瞎说 我这烫钻怎么就不好看了 它本来是挺好看的 可是你踏着这钻 怎么看得透着一股子乡村民的原封啊 那这款呢 这款用的是高档蕾丝 怎么它就俗了 你穿过吗 喂 大男人我 我怎么穿过 所以说呀 这蕾丝看着是好看 可是你摸摸多硬啊 女性穿多了会长肿块的 那我这款呢 我这款呢 没有钻 没有蕾丝 纯棉的 还没有钢圈 穿着够舒服了吧 那你后面坐着这么长一排搭扣 是为什么呀 咱们女人又不是长笔员 反着手分钟就能扣上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听说伍林飞 把研发部的设计 批了一文不止 他们现在吵起来了 袁老 你看 他 他这不都是胡说吗 我怎么能是胡说呢 我只是这个 袁老 袁老 怎么回事啊 没事 我们在开会呢 我怎么听说都吵起来了 我就过来看看 我怎么听说都吵起来了 我们在开会嘛 开会就得这样 不吵能叫开会吗 大家有什么想法都得说出来 头脑风暴 懂 老吴 表吴 接着说 东阳 你还有事 好 没事没事 那你们继续 我就先走了 好 我说你以后能不能 别听风就是雨了 原脑不说了吗 头脑风暴 懂吗 我不是怕 吴林飞给公司添乱吗 我看她没乱 你倒先乱了 谁在车里啊 你快出来 你再不出来我报警了 邱总 邱总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是您 我以为有人要偷您车呢 不是 你大中午你不休息 你跑停车场干吗呀 我早上的时候 有东西落在车里了 我趁午休过来取的 拿到了吗 那赶紧上去休息啊 邱总 您不上去吗 我 我在车后面睡午觉呢 这车里空气多不好呀 对身体有影响的 你懂什么呀 那男人嘛 男人喜欢上车里思考 你不明白吗 我这是在冥想 我明白了 邱总 我特别理解您 这吴林飞来公司上班 您肯定特别无奈吧 您想逃避 但又无处可逃 所以选择了在停车场 所以我就做 整个公司就你最懂我吗 那我先上去了 对了 邱总 其实呢您有什么不开心 可以来找我 虽然您是我上司 但是别忘了 我们还是同学 是朋友啊 好 我知道了 今天晚上有个电影 是首映里 喜剧片来着 要不我们 我 我没空 好吧 您要是觉得不开心 有什么心事 随时可以来找我 行啦 给他个串天活的 想上天呀他 那我有什么办法呀 你能跟他说呀 你就跟他说 你对他没有任何强 反正对你死了一条心 那我不得稳住他吗 那万一他跟我妈告密怎么办 借口 老婆 你怎么还信不过我呢 真是的 那邱总 人家也要当副总啊 行啊 那你必须得从了我们好说 邱总坏坏的哦 一叉呢